吓,失手了 那啥子平火了 不拿了,拿不了了,走上了 修理%,去西平江湖 尺寸 源通人 叫各位 不想睡 遇到 一枚 作詞 大家知道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拿着三个箱子背一个包 再拿个相机多么困难吗 大家自己体会一下 试一下 感谢观看 等了一小时 外边下暴雨吗 机场啊 不是就现在北京 昨天这雷雨啊 你看那飞机延误的 今天好嘛 机场飞机一个接一个 往下下了 这普遍现象吗 那对呀 除非一些外国的企业 人家说这你有才能 我不管你是什么 只要你能有业绩 真的过那些企业 关系你就得不清 一路上跟这司机师傅聊了好 就砍了很多大山 一路上一小时嘴没闲着 来到机场之后呢 大概再过三个小时呢 就得登机了 其实今天呢 从一早到现在 我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会一直在这个路上 然后到那边之后还在路上 然后还同样的一天 这应该是我最漫长的一天 因为是从早晨坐动车 下午坐飞机这个样子 一路上挺艰辛的 我感觉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是要的问题啊 现在呢 在美国的洛杉矶呢 已经连续三到四天呢 在发生一些地震 震动的这个级别呢 还是蛮高的 就6.7级6.8级 甚至已经接近7.1级了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在洛杉矶可能附近 加州这边呢 未来会有更大的地震 然后呢 昨天这两天 家里人啊 老妈呀 都不想让我走 然后北京呢 今天又是大风 感觉北京也不想让我走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冥冥之中 有一种力量 希望不是吧 我希望 走了之后 一切 深深历历 真的 我不想再有 节外生枝的事情了 努力吧 各位 我不得不说 这次在出镜的时候 国安检 真的是把我的小包大包 全拆了个遍 就是把所有箱子的东西 一遍一遍全拿出来 再加上其他一些 小小的意外事件呢 我现在只有 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就要起飞了 也就是说 今天真的没有太多时间 跟大家聊了 希望在国内的 这几个小时 能够给大家呈现出 一点点 我们国内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这个司机师傅 在讲述他的一些 他的生活日常 虽然说是砍大山 但是 其实每次呢 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呢 很多司机呢 都会跟我聊 很多这个 挺有意思的事 然后也是从头到尾 非常欢快 这个气氛特别好 如果大家来北京 坐出租的话 一定不要忘了 跟司机师傅多聊几句 因为很多东西呢 都非常的不错 昨天呢 只睡了两个半小时 现在有点恍惚 我要登机了各位 今天这个 选座的时候 告诉我 你不能选座了 他说 我只有最后一个座位了 也就是说 今天呢 确实是 七月份 去美国旅游的旺季 我能作为一个 去美国旅游的人来说呢 感受一下这个旺季 究竟有多少人去 我估计到时候 去得起场 真的是人山人海 想想都吓人 估计到排队 排个两三个小时 然后出去的时候 遇到高峰期 堵车 到了家 七八点 想想都不想走 突然间来到这边之后 有点小小伤感 特别想家里人 想回来什么 我在干什么呀 OK 各位我要登机了 我来说 我们拿点水去呢 我们拿点水去呢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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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但是我行人不知道这种哪个 非常连断的这个工作室 是在洛杉矶的 大家猜我来到洛杉矶的第一天 准备做什么 老规矩 跟朋友去一去 我说什么来着 再说一遍 什么 好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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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汤 我在教他中文 他都在学 还有什么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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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because I saw him and so I had to like go down on the window I took the camera away because then he's gonna think like he has no rights or something yeah you really love picking somebody's life like me I mean I just rare to see a bus like that 看穿饭 散散饭 我们来到了Best Buy 我想买一款耳机 等下这款耳机来给大家看一看 OK 我买得到这个耳机 但是 导师差了劲儿来了 明天见吧 明天见 哎呦 我的妈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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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oh yeah OK Mala mía si tú estás buscándome juego Un día te dejaré mirando hasta el cielo Mala mía si tú estás buscándome juego